平林区公所举办111年平林之美摄影比赛 今年的主题呢 共分成为人文、空拍、还有创意等三大类 而最高的奖金有1万块哦 搜紧日期是到9月30号截止 欢迎喜欢摄影的朋友们 赶快踊跃报名参加 每年的4到7月 平林清水公园水岸边 就会有大批路斯群聚集繁殖 母鸟捕育幼鸟的画面难得一见 因此总会吸引相当多摄影爱好者前往拍照 记录下珍贵的画面 而为了推广平林区丰富的自然生态 茶产业风情以及人文特色 观光景点 平林区公所每年都会举办摄影比赛 希望既有镜头带领社会大众看见平林之美 而111年平林之美摄影比赛 从即日起开始增见 今年参赛主题共分成人文、空拍与创意等 三大类 人文类包括各式活动及人文相关 空拍类为使用空拍机拍摄平民景点 创意类则是结合人物与景点等元素 所拍摄之作品 评分标准摄影主题占35% 照片故事占10% 摄影技巧40% 创意与构思15% 各类主题将评选出经营同个一名 优选各15名 金牌可以获得价值达12000元之奖品 比赛收件日期到9月30日截止 相关活动办法请上平林区公所网站查询 及下载报名表 继续声明站本期 评论采访报导